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某次期中考試共有20題 每題是5分 經改完考卷得全班平均是45分 標準差是10分 經老師將計分方式 改為每題答對得6分 從5分變成6分 而且將每人的分數一律內加10分 那要回答下一問題 所以他改成6分以後 有可能會超過100分 因為如果是5題的話 得死是100 那你一題如果6分的話 總分最高就120 好我們現在來看看 他說假設這個原始分數是x 第一小題 原始分數x 調整後分數是y 他要求x跟y的關係 我們現在來看 原始分數如果是x的話 他從5分改成6分 假設 每一個人 他那個 答對的題數是mi 那麼他原始分數si 就是5mi 那現在調整成6分的話 就變成 每個人的分數是si 那就變成6mi 所以我就想著說 這個si 就等於多少 6乘以多少 5分之1si 這個是 5分之6si 這個是5分之6si 就將5分調整6分的時候變成這樣子 不過他還要再加10分 那就變成yi就等多少 就每一個人再加10分 就是說 從5分變成6分以後 就每一體 5分變成6分以後 他還什麼 還在加10分 所以變成5分之6si 再加多少 再加10分 所以x跟y的關係就是這個關係 也就是說 如果原始分數x 加完5分數以後變成y的話 那麼y跟s關係就是y 等於5分之6s 加上10 這是第1小題 我們看第2小題 然後他說 求調整後 算數平均數 算數平均數就是 求μy 然後就代公式 就等於5分之6 μx 再加10 所以這是5分之6 乘以多少 原始分數平均是45 加10 所以這樣等於多少 5945 96 就是54加10 等於64 再來我們看 還有那個標準差 標準差 Sigma Y的話也是代公式 這個是5分之6 取決對值 然後Sigma 這個x 乘以多少 5分之6 乘以多少 4個碼x是10 5二得10 所以6二十二 所以標準差是12 調整 溫數完以後 標準差是12 2個碼x是10 1個碼x是10